温暖和还有吸气 断吸气比较难 但是吸气不能不断了 不断吸气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外面刺激 毛病又产生了 分别执着又起来了 所以最好住在清净环境里头 言不尽而不稳 吸气辅助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吸气辅助 永断不慎 到征服住了 主要小的征服住了 你没断 小小的进阶风 没关系 你能扶得住 大风大浪的时候 你扶不住了 这些又起现性 又起作用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一般人念佛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忘乎是业实付诅 你才能往生 佛不是叫你永断不生 那就断烦恼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人人能去得尘 就是他不要断 扶住就行 你有能力控制他 不起现性 就是不起作用 贪嗔痴 都能扶得住 没断 他就能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慢慢就极端了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贪嗔痴的语音 你比如说我探财 到极乐世界 他们探财了 金银财宝 都是建筑材料 太多太多了 遍地都是 谁要留东西 这里拿的黄金 非常宝贵 西方极乐世界 黄金是铺马路的 我们这个地方道路 是用 没有铺的 极乐世界是用黄金铺的 大地 流利地 流利是什么 我们讲 非萃 最好的玉 绿色的玉 透明的 西方就是地 大地 是非萃 我们现在 非萃是宝 比白玉 很珍贵 在西方 那就是泥土 谁要的 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成宝贵 是因为它是稀有的 它太少了 宝贵它 极乐世界太多了 遍地都是 所以你一点都不吸气了 所以贪心生不起来 极乐世界人人都有理 人人都谦虚 傲慢 舍不起来 每个人都是柔和 致志 嗔恨 舍不起来 所以贪嗔痴慢 一地习气 到极乐世界 统统 舍不起来 它不是这个环境 我们要不到极乐世界 要断烦恼 要断习气 贪货容易 就凭这一点 我们不去 不行 不能不去 这一句话 真正做到 只有到极乐世界 与一切忘乎稀奇 永端不死 不到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界 是决定做不到的 是决定做不到的